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謝大家熱情的款待 多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 我在大學期間一直都是一個無神論者 其實只有一個原因 因為我相信科學告訴我所有東西的來源 基本上就是所有東西可以自己演變出來 這個卡通就是總括了在學校教的東西 同學們輕視一種氣體 只要過了一段時間就會變成人類 就是這樣了 這個就告訴你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是真的話 對於正間各位教授所說生命的意義 我們不會感到出奇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僅僅是為了讓遺傳基因一代代延續下去 有時有些基督徒都想向我傳福音 我就會跟他們說 為何我要相信聖經所說 耶穌和永生呢 如果在第一卷書 即是創世紀都已經是錯 之後所說的所有歷史都是錯 因為我相信所有東西都經過幾千萬年進化而成 進化論教我們 所有東西都是由一些很簡單的東西演化而成 所以我們不是由一些像猴子或者猩猩而來 在之前來自魚類 在之前可能是一條蟲 所有東西都好像跟我們有關 而人亦都不會給草更加有價值 有些基督徒想說服我神的存在就會這樣說 不用擔心這個進化論 也不重要 可能神真的用進化論 是一個很可怕的過程 我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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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神應該是一個充滿愛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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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便告訴我 你也不明白進化論究竟是什麼 是一個很可怕的過程 是一個很可怕的過程 在裡面還有很多痛苦、死亡 還有幾千萬年 在裡面 進化論的生命樹 應該是叫做死亡樹 我不想相信一個用一些恐怖手法的神 這些基督徒有些都不相信青蛙會變成王子 但他們又經常跟我說 不要擔心那幾千萬年的事 他們會有很多不同的理論 想將幾千萬年套入這個聖經裡面 作為一個無神論者 我要告訴他們 他們的問題究竟在哪裡 當他們想將幾千萬年套入這個聖經裡面 我就用這個卡通來告訴大家 這裡就是一個很漂亮的伊甸園 這是犯罪之前一個完美的世界 神看到祂創造的一切 祂說所有東西都是非常之好 那和幾千萬年有什麼關係 你要知道這個幾千萬年的概念在哪裡 其實由那些真實的物件叫做化石而來 這些就是幾十億死了的生物 它們埋在很多不同的岩層裡面 這些岩層是由流動的水帶動沙石而形成的 在全世界都有的 信念是這些化石要用幾千萬年才可以形成的 如果化石真的有幾千萬年的話 那就是在有人類之前就已經有化石 那就是阿當夏娃就是站在這些東西上面 就是伊甸園在一個墳墓上面 有死亡 還有苦難 因為在化石裡面我們都看到動物互相殘殺的證據 還發現很多疾病例如癌症 還在那些骨化石裡面發現到很多癌細胞和腫瘤 那就是說神一定很喜歡這些癌細胞 因為他說所有東西都是很好的 即是把福音的邏輯完全倒轉 即是說在墮落之前就已經有就了 在罪之前就已經有壞事 這些不是一些很虛無的神學觀念 這個意念講中了人類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疑問 在每一個年紀和在每一個文化都會問這個問題 就是如果有一個神是充滿愛的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死亡、痛苦和苦難呢? 在哪裡 吸引信 吸引 為什麼 吸引